嗨 各位寶咖咖 我是樂咖 我開局又沒錄到開頭了 所以只能先拿其他部影片來湊合著用 所以我這場的狼隊友不是3號 是2號賞金獵人 話說我在這房間的4號位置 已經連續拿了6場的狼了啊 會不會太誇張 這號碼是被詛咒了是不是啊 我超害怕等等其他人會說 我們直接跳4號啦 欸 沒有這樣玩的吧 欸 幹 右線到底是怎樣嗎 為什麼 為什麼一直拿 雖然說我很喜歡玩狼人 但是這也拿太多場了吧 玩的心好累喔 趁右半邊沒人 先把3號刀掉吧 刀完了趕緊跳地洞落跑 然後交給隊友手勢 哇 隊友不會被踩狼吧 3號死在雕像 我就去餐廳接電線 接完之後要去除第二洞水的時候 看到他趴在雕像的左手邊 啊 我是超攀手 超攀手 居然直接爆身分 真的假的啊 會傻啊 我跟這些人有代溝了嗎 那肯定是這些人太老了 我還很年輕啊 開局去電視跳配電盤2-2 然後再去關心3-3 之後要去院士刷ID 8號在我旁邊 8號也在刷ID卡 我想要驗11號的身分耶 等一下全票換票給這個11號 你不知道換誰的話 可以把票換給 等一下要拍第三方的 我看他就第三方敢不敢拍 距離手衣一定不會槍11號啊 11號只能氣票 剛才去後花園解炸彈的有誰啊 有去解的可以先排出狼羹啊 他們應該不會吃出道的 或者我們也可以灌11號 然後11號你就換1號這樣子 我要成這樣 我第三方 我等一下想換位置 我一直拿到第三方 我也想換號碼啊 一直拿到狼 都沒有辦法休息一下 玩得很煩躁耶 隊友啊 交給你凱瑞 我棉被已經蓋上準備好躺分了 我花園炸彈是我跟7號結的 花園就說我們兩個都沒有人 從那我們驗一下11號 你真的不知道換誰 你就換自己跟1號 我怎麼聽下來 怎麼好像補12出這刀啊 我在核對ID還沒做完的時候 我看到12跑進來 12有可能到那個雕像那一具實體 1號這樣講只是要驗11身分而已啦 我一開始是出生泳池 然後我就直接去那個觀景台下的數據 那時候3號在我旁邊看星星 他只看了大概3秒 然後就跑掉 是不是看過由誰來做任務做最快 所以我就一直跟在那個 GDT的人說3號任務滑水 好啊 我換我跟5號 我後來才聽其他人說 因為操盤手不能投票 所以狼人只要一直棄票 好人們就很難把狼人給投出去 所以操盤手直接被引喻為 第四隻影狼 你問我那第三隻呢 啊不就是狂人跟魔術師嗎 話說我也好久沒玩第三方了 我這第三方大師也給露露臉了 決定了 下部片就來剪魔術師吧 這邊按個炸彈 我一直找不到時機出動 周圍太多人了怎麼辦呢 哇 直接太吃了 換一下CD 我是好刀啦 當局不知道什麼一堆人氣票 證實實意是操盤 然後打完遊戲 就直接把武槍就直接拍來 就這樣 在掃垃圾 站在急救室外面 只看到12號從急救室出去 我大招搬手 我還有兩個任務 而且我剛才任務條講得很明確的 我就是跳2-2跟3-3 那12號你拍身份啊 不然這局我要下12哦 我主要是想要逼後面的 狼人跟那個什麼狂人魔術師 不要跳第三方啊 我這樣發言沒有什麼問題啊 我這局可能會下12哦 因為我不太懂11號為什麼想要直接報身份 他直接報身份是想要讓大家知道說 我拿到新職業了 好開心這樣子嗎 哪有人第一局就在報身份呢 他是嫌活得太膩了 因為超盤手 因為我們來說就是一隻隱狼的成分在 樂卡這邊跟你分享一下 因為超盤手曾經都棄票 他是第三隻狼 所以他這狼人來說是有好處 但是把他舉掉叫很笨 很笨 其實他說的也挺有道理 超盤手就是個爛腳 不能投票 只能棄票 根本就是來幫狼的 但是 你才笨啦 你全家都笨 12號拍身份 我工程啊 我1號是工程 我直接跳 還身份 假設8號是好刀的話 那8號必須得是士兵 因為我這邊是警長 那7號牌你是什麼 那4號牌呢 我其實滿想打4號 10號牌 禮物啊 禮物啊 禮物啊我講很多次了 就是經過這局之後 我才知道說超盤手真的是一個四季爛腳啊 不然我原本還覺得他有那麼一丁點的用處 白白浪贅了我的狙擊 下次大家如果當了狙擊手 記得不要去狙超盤手 因為他能幫你氣票是幫狼人的職業啊 上局都沒刀到人 則不要抓緊機會刀 這邊遇到了我的隊友來找他聊一下 你下一個目標是誰 1號 先往右邊跑 看到一個落單的12號 直接刀掉吧 話說原來隊友的目標是1號 我記得1號是工程師 哇 那他不就刀不到了嗎 好吧 那待會只能靠我來把工程師駕掉了 準備狙擊 欸1號數了 隊友刀到了嗎 這麼厲害啊 12號趕快關警台 我跟他一開始 先在那邊關信 我找到了 然後他在那邊 我去越南市 刷ID跟客人有內鬼 走出來就看到12號試題 嗯 沒事啊 你居然要娶我也沒關係 反正我都不好了 反正就做完了 打擊 應該還有 欸嘿 不給你講話 原本想去1號的 但沒想到隊友已經把它刀掉了 既然我已經沒子彈了 那下一輪就把小丑刀掉吧 應該不是6、8 10出的啦 我們都在監控室 我在上傳的數據8號在看監控 6號一直在後患人門口壞壞 所以就只能出事啦 我上一輪的時候就一直說 女巫女巫女巫 然後你們都沒有聽到 然後直接複裂 然後後來我才發現說 感受我麥沒有開 蛤 但是後來我開麥之後 我還是有講女巫 然後你還是沒有聽到 有 我有聽到你說你女巫 所以要的啦 2號打了三局 戒棋 6、90都一起 6、90都一起 他說6、80 還有6、80 7號你是在演小丑 那你票啊 你剛剛說你這一輪 終於可以做任務 但不是好人 我怕2號隊友真的會被票出去 所以剛剛就在最後關頭故意說了一句 7號是不是在裝小丑 結果就成功讓好人分票啦 7號應該是票他自己啦 不然他原本應該會票2號的 隊友不客氣哈 好人任務快做完了 那就先按個通訊中斷 然後躲在地洞裡 這邊只要我跟隊友雙刀 我們就能贏了 但是我跟2號隊友的默契好像不太好 我們能成功雙刀嗎 先上去跟好人們會合 找到隊友之後再暗示一下他搞個雙刀 你目標是誰 快快快快 水啦 水啦 我就在等你刀 是啊 欸我很努力耶 我超努力的 在下一組我就說試試狼喔 是一直拿刀 真的我一直拿刀到底是怎樣 操盤手真的是個爛職業啊 下次要記得別再把他拘掉了 有第4隻狼在場上想要輸通男啊 哈哈哈 最後也感謝我們頻道會員的支持 今天的影片就到這邊結束 如果你喜歡這個影片的話 請按個讚 並且分享出去 然後留言 讓我們知道吧 那我們就下部影片見 See you next time Bye Bye statements 第二次 按